大家好,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是一本名为《大数据时代的资本主义重塑》的书 这本新书于2008年2月出版,目前国内尚无中文版 应该说,这本书才是这一年来关于大数据的话题最有分量的一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在大数据技术上讲了太多的前沿技术 这本书的重点不是技术,而是它用一种独特的视角 告诉了我们,大数据将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改变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所有人对金钱的理解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甚至会彻底终结我们现在使用的货币 而且这种变化,并不是说以后会发生,而是已经发生了 或者说,这并不是说这只是ICT人工智能物联网的一部分 而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 至于具体的内容,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 摄恩伯格和托马斯拉姆 尤其是摄恩伯格 他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大数据时代的畅销书 伯格是这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他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传奇 他是奥地利人,学的是法律专业 但是作为一个文科生,他学的是理工科 他到底有多好 能代表奥地利参加国际物理奥林匹克 而且,他还是一名计算机编程高手 参加了奥地利青年编程大赛 所以,早在1986年 这家公司至今仍是奥地利顶级反病毒软件公司之一 不过,除了创业之外 他还重新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中 先是在哈佛攻读了法学硕士 然后又在伦敦攻读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然后又在哈佛肯尼迪大学任教了十年 现在,他在牛津大学的互联网研究所担任教授 同时也是信息政策方面的专家 从作者的背景来看 维克多·赦恩伯格在大数据方面的造诣还是很高的 神伯格讲的是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而今年,他将会在新书中指出 大数据技术将会颠覆当今世界 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 我要说的是,不要把艺术资本主义当成西方的政治 事实上,市场经济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所以这套大数据理论包括今天中国在内都适用 而且,你们也不要觉得这种经济体系离我们太远了 老实说,如果你经常刷微博或者微信 那么那赦恩伯格教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本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之所以有三个原因 一是因为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市场经济 我们都是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学政治的 那时候我就知道,市场资本和公司都是有几个要素的 所以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三点 而在这些要素当中,原本应该是金钱的,却是闪闪发亮的money 这个角色怎么会被数据取代呢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市场 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数据时代 我们将会从一个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 变成一个以数据为中心的市场 这句话很关键,听起来有些抽象 其实,只要花点时间,我们就能把事情说清楚 首先,市场是一个交易的地方 那么,在传统观念当中 什么才是维持市场交易的重要因素呢? 经济学家们一定会告诉我们 这就是价格 史恩伯格教授在书中提出 传统市场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但它的核心是价格 在这个市场上,价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个功能就是给市场提供了一个标准的价格 你想想看,市场上有这么多的商品 有卖鸡的,有卖鸭的 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啊 那就很难比较了 一只鸡是两只鸭,还是半只鸭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双方很难沟通 甚至可以说是鸡同鸭 比如鸡卖二十只贝壳鸭 我卖四十只贝壳 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你可以看到,价格提供了一套标准的交易语言 用梳理的话来说 市场上的人可以用价格来交流 第二个功能就是价格可以传递信息 其实就是把价格的影响扩大到交易双方 整个市场都在做交易 比方说,如果买家和卖家达成协议 那么就等于是再向整个市场发出一个信号 那就是这件东西的价值 相反,如果交易失败了 那么市场就会发出信号 所以,通过价格机制 我们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市场 这被称为价格传递信息的功能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作用 那就是时间维度 价格可以记录商品的价值 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 就拿电脑来说 电脑的价格就很高了 但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进步 计算机价格不断下降 进入了千家万户 你看这个变化的过程 记录了一台电脑的价值 所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价格 正因为如此 它才能为市场提供标准的语言 提供市场信息 记录商品的价格波动 所以这些年来 我们一直把价格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 当然了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价格机制虽然给了我们很大的好处 但是,它也有一个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信息的损失 这只是一件商品 上面有很多的信息 比如颜色、材质、功能等等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信息都看完 甚至连完整的信息都没有 就拿菜市场来说 你怎么可能知道 每一种菜的新鲜程度 甚至是品种 所以,它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看它的价值 看它是不是新的 看它的价值 所以说 在传统的社会里面 我们之所以对价格如此的依赖 就是因为我们无法处理 其他的数据 当然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种是信息不对称 那就是你无法掌握的信息太多了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我们在处理信息方面 所花费的时间 和我们大脑的构造都是有限的 就像是超市里面的薯片一样 光是五种十种口味 就足以让人产生选择恐惧症 所以几千年来 人类在选择商品的时候 往往只看价格 因为其他信息是无法获取的 第二 就算有其他信息 也很难处理 但是现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 大数据时代最大的特点 就是信息量太大了 事实上 数据量的增长并不能给人类 带来太大的进步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数据量太多了 让我们变得更加混乱和迷茫 在大数据时代 最重要的就是分析海量的信息 说白了 传到我脑海里的 只有一小部分 不过这些资料 都是经过机器分析出来的 非常可靠 非常适合我的定制算法 各位想一想 有了机器的帮助 我们就能真正分析计算出 适合自己的商品了 那这样的话 我就能买到最划算的东西了 所以这本书中最核心的一点 就是通过大数据技术 可以准确地分析出每个人的需求 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以后我们在市场上做生意的时候 最重要的不是价格 而是看它和不合我的口味 因此 我们的市场将从以价格为中心 转向以数据为中心的市场 那么 这场以数据为核心的市场交易 靠什么呢 归根结底是一种数据 而不是数据的总量 而是一套数据分析算法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未来的市场交易 就是利用这个算法 把所有人的数据都集中到一起 然后进行分析 得出最符合我们个人利益的结论 尤其是作者 其实跟我们说过这个算法 需要三个特点 也就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三个关键字 那就是分类偏好和配对 首先是分类 这么多的数据 要怎么才能快速地找到 自己想要的信息呢 神伯格教授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一种标准化的分类语言 来分析和比较个人偏好 例如 要描述一件衬衫 可以从尺寸 材质 颜色 风格 领形 品牌等各个方面来描述 如果每一件商品 都有这样的描述语言 那么人们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几率 就会大大增加 其实 分类语言也是数据 数据就是数据 就是原始数据 而这些原始数据 就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能极大的提升商品的曝光率 这就是一个例子 一辈网站是电商的鼻祖 主要经营的是网上拍卖 首先要做的就是分类 通过信息 分类有助于提高商品的曝光率达50% 那么这套算法 就是大数据分析 第二个关键词是偏好 我们需要一种数据来收集和记录 人们的偏好 这种数据被称为偏好数据 其实很简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打个比方 手指习惯了打字 打个比方 当你按下A键的时候 这个数据就会变成你的偏好 以前的数据因为太过分散 所以很难收集到 一般情况下 都是被压缩的 或者说 根本就不存在 但是现在 我们可以通过机器学习 根据用户的偏好和个性化需求 跟踪收集数据 并根据用户个性化的特点 进行调整和完善 就像现在一样 已经有很多例子 可以应用这种偏好数据 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智能输入法 你想想看 哈下载下来以后 里面会有一些基本的数据 下一步呢 输入法可以学习您的输入习惯 学习您常用的语言 以及记忆功能 通过这一过程 它将成为您的个性化输入法 比如你在淘宝上买东西 它就会根据你的喜好 给你推荐相应的产品 这样 你就能在同类产品中 尽可能多地买到满意的产品 比如音乐播放器 比如网易云音乐 都是如此 总之 系统通过分析你 每次做出的决定 分析你的偏好数据 从而进一步推测 你的偏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 系统的思维方式 将越来越像我们 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 我们找到合适物品的几率 所以大家听一听 大数据分析算法的特点 而不仅仅是面向机器 我想 这对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和行为 都是有好处的 那就继续说吧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分析 第三个就是匹配 我们需要更好的匹配 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 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而数据市场的最终目的 就是利用大数据和科技 帮助人们找到最好的配对 做出最优的决定 这个配对的应用场景 还真不少 如果你能找到合适的人 那么 你就能找到合适的人 成功地牵着未来的伴侣的手 当然了 最后的配对 也涉及到了 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建立数据市场的关键 就是要用标准化的语言 对数据进行分类 找到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来 获取用户的偏好 提高机器 使用多维信息的能力 把握好这三点 当前传统市场的核心价格心态 将有望被颠覆 重组 市场资源也有望得到优化配置 从价格到数据的转变 就像是一场工业革命一样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 数据资本将取代金融资本 这是什么意思 第一点 就是未来的市场 会从价格转向数据 也就是说 谁掌握了消费者的数据 谁就能提供消费者 需要的产品 那么 从这一点来看 这本书中所讲的第二个道理 倒也不难理解 即使是在大数据时代 资本 也就是所谓的财富 不再是金钱 而是数据 换句话来说 以后说到有钱的人 并不是说 这个人有多有钱 而是说 这个人 有多少钱 施恩伯格教授说过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 金融资本已经开始贬值了 数据资本的价值 也在不断地提升 这一点 从股市就可以看得出来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公司 不是石油公司 不是零售公司 也不是银行 像Google 苹果 亚马逊 Facebook 这些公司 都是掌握着 大量数据的公司 而且 伯格教授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他说 未来我们的数据 可能会像现在的货币一样 具有支付功能 那就是我们将来可能用 数据支付产品 或服务 而非金钱 事实上 这种形式 在今天已经出路端倪 比如 我们现在用的社交软件 比如微博 比如微信等等 看似免费 实则不然 你正在为他们提供服务 而使用个人数据 那就是你把自己的个人资料 包括你的区域 你的年龄 你的朋友 你喜欢的文章 你的产品 给了新浪和腾讯 让他们免费使用微博和微信 这些看起来很虚无缥缈的数据 其价值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比如 他们可以通过你的数据 吸引更多的广告客户 但是 我要澄清一点 沈伯克教授也提到过 我们把数据交给了这些大公司 这并不意味着 这些公司会泄露我们的隐私 这是什么道理 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微博 微信 这些机构 确实是利用你的数据 从第三方那里 赚取广告费用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就会将你的隐私 泄露出去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比你更在意别人知道 你的隐私 因为用户数据就是他们赚钱的摇钱数 所以我们虽然也看到了一些用户隐私被曝光的新闻 但更多的却是因为公司内部控制不到位 比如说 快递公司的员工 盗取了用户的数据 但老实说 这只是员工的个人行为 与公司无关 这是他想做的事情 而且随着机器越来越多地 取代人类 比如说 以后送快递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手机下单 然后再用无人机送快递 这样一来 快递小哥就不会泄露你的隐私了 所以说 那些掌握了大数据的公司 非但不会把你的隐私泄露出去 反而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隐私 因为掌握了大数据 就意味着大赚特赚 而且 这种暴力 和我们以前说过的钱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这些数据不是用完就会消失的 而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而且它的价值 会超出你的想象 比如 今天推荐你喜欢的化妆品 明天推荐附近的火锅店 在这个过程中 数据公司赚的都是第三方 广告费 但他手里的数据 却是一点都没少 难怪有人说 在这个时代 数据比石油还要值钱 另外啊 除了商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之外 数据也是主角 比如史文伯格教授 曾经告诉过我们 未来的税收 可能会从金钱变成数据 啊 也就是说 以后每个公司要交税给政府 那就不是钱了 比如现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很多汽车制造商都会在汽车上安装传感器 通过传感器来收集驾驶员的驾驶数据 那么 未来的政府将会要求汽车制造商交出汽车感应数据 而且冠名是数据税 那么为什么政府需要汽车制造商呢 把这些数据交上去 就像交税一样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些数据 可以用来识别道路上的特定危险区域 提高道路安全 因此 这些数据所起的作用 正如今天政府将资金用于建设和优化我们的道路一样 不过现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 都是花钱买的 以后肯定会花钱 但主要还是看数据 至于数据税 史恩伯格教授也提到了数据税的背后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 都是如此 国外有谷歌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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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 大家都很熟悉 在教授看来 这种垄断行为 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甚至比资本主义垄断时代还要严重 那些金融石油公司 都会被几个大佬垄断 因为未来所有的企业 都是依靠大数据来做决定的 也就是说 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 都要去市场上寻找自己需要的数据 然后再做决定 但如果这些重要数据只掌握在少数企业手中 那么我们将面临这种专制统治的风险 说白了 数据市场最大的弱点 就是数据资源的集中 而且 且不说 这些公司在集中化以后 会不会做什么坏事 就算这些公司里的人都是好人 不做坏事 但如果只有少数几家 几家公司提供数据和系统 那么一旦有恶意的人动手脚 数据市场就会瘫痪 还有未来 面对数据集中的局面 我们该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呢 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 就是让那些大公司 将他们的算法公之于众 告诉他们 他们是如何分析和管理这些数据的 比方说 腾讯是不是有什么算法 可以监控和提取我们的聊天记录 不过 摄恩伯格教授并不认为 这是约束这些大公司的最好办法 因为算法只是一个菜谱 叫你怎么做 但现在的问题是 这些大公司垄断了所有的数据 这就意味着 哪怕是一个大公司 将食物的制作方法公之于众 其他小公司也会 但如果你 只有一种方法 没有食材 那你就撑不起锅 做不到菜 也不可能跟那些大公司竞争 也不可能打破垄断 与其让这些大公司 将算法公之于众 还不如逼着他们交出数据 这是史文伯格分享的对策数据 当然 你也要想一想 一家公司最重要的资产 就是数据 你让他把所有的数据都交出来 那可怎么办 这就涉及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税 也就是公司要公布一定比例的数据 比如说10% 而且 一个公司拥有的数据越多 所需要缴纳的数据就越多 税收也就越高 这对新公司来说 是一种便利 也是一种竞争 打破这种集中化的局面 当然 作为双向分享 这些新成立的公司 自然是要共享数据的 总结一下 在大数据时代 企业最重要的资本不是钱 而是数据越多 资本越强 所以 未来的税收制度 可能会改变企业的税收 而不是单纯的税收 而是政府掌握的数据 这么多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政府 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第二个目的 就是要打破少数公司的垄断 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 出现一个垄断行业 说完市场 说到资本 再说到公司 而且 这件事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那就是在大数据时代 我们应该站在公司和员工的立场上 如何转变 首先 公司说到底就是一群 有共同目标的人 这家公司的特点是什么 根据书中的归纳 企业是一个控制严密 权力集中 垂直整合的组织 归根结底 公司的特点就是中心化 从里到外 所有人都要听大boss的命令 这样做的好处是效率更高 而且可以让大机构 在思维和行为上保持一致 就像一个人一样 避免像你那样自言自语 我行我素 但这种中心化的组织特征 也给企业带来了明显的问题 首先 公司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由这个老板负责的 如果什么事情都交给他 他肯定会很忙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公司的老板 工作越忙越累的原因 因为大部分角色 都是由他来完成的 另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 偏见或缺陷 那个老板的错误决定 可能会毁掉整个公司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本书的作者说 在大数据时代 企业可以通过数据 来做出更好的决策 具体来说 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是建立一个辅助决策机制 传统意义上来说 一个管理者 需要具备T型技能 T是英文字母T T是什么意思 大家想一想 这个字母的意思 一横一竖 指的是跨部门 跨部门和个人的沟通能力 T的竖线 指的是你在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 属于微观层面的能力 简单来说 这个所谓的T型技能 就是我们自己 中文讲的是一专多能 我们现在对管理人才的要求 是一专多能 主要是因为机器不好用 现在的机器数据 只能帮我们做一些低端的事情 比如库存管理 比如清点商品等等 但是未来 当大数据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不管是老板还是普通员工 都会被机器取代 到了那个时候 他只需要踢出一脚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在大数据时代 企业的管理方式 会从T型到一二三级 更注重的是人的沟通能力 另外 在大数据时代 还有第二种可能的运营方式 什么叫建立一个高效率的人 人才市场 就是现在我们公司需要人才的时候 都会招全职员工 但是 它的技能使用往往是不够的 说不定今天就用完了 明天也用不上 所以 这样的人才 可能今天忙得不可开交 明天闲着也是闲着 所以 不管是对公司还是对人才 资源的消耗都很大 或者不够用 该怎么办 未来 随着大数据算法的不断完善 也许我们能开发出一款人才匹配软件 如此一来 管理者不再保留人才 人才成为市场上的商品 自由流通向 比如A公司需要人才 那就去A公司 到了明天 B公司需要人才的时候 就会去B公司 当然 这也是一种高效利用人才的方式 必须要有强大的数据技术 熟悉人才的性格 到时候 这种人才共享模式 不仅能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 还能因为老板不需要全招人才 指点一半 或者只在特定时间使用 因此 你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支出也会降低 或者说 只要花同样的钱 你就可以雇佣到更好的人才 但是 除了这样的公司之外 还有其他的市场 也是一个人才市场 现在很多大公司都在用大数据分析 通过把员工的个人数据存入系统 等公司有了合适的职位 公司就会自动给他发消息 哎 你要不要试试 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使用效率 甚至可以减少他离职的可能性 所以 关于公司和未来企业的模型 其实只有两种 一种是机械公司 一种是市场 一种是人才市场 一种是公司 史伦伯格教授甚至预测 在大数据时代 大企业将被无数小团体和个人取代 未来的公司只会高薪聘用情商高 沟通能力强 决策能力强的人才 剩下的大部分业务都由机器完成 而且随着机器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到了那个时候 很多大公司都只是名义上的法人 而不是雇佣大量的员工 那么 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 在如此大的企业变革中 人类因素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毋庸置疑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我们必须看到 在未来 机器比人类更强大的情况下 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工作岗位 急剧减少 失业率不断上升 但是 我们必须看到 机器取代人类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也就是说 人类还有足够的时间 进行自我调节 还有什么是调节呢 那就是看看 他们的哪些技能 会被机器所取代 哪些人类的优势 还会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施恩伯格教授 在书中告诉我们 人的智力 想象力和沟通能力 不能被机械化的东西所取代 所以 要想在这个大数据时代 占据一席之地 就必须充分发挥自己 作为人的优势 多培养自己的创造力 和沟通能力 综合整本书的观点 我们必须认识到 未来数据 将成为构建市场交易的核心 而数据 将成为企业和个人 最重要的资本 未来 用机器做事情 用人沟通 这也许会成为 未来世界经济社会的 一种形式 正如书中提到的 我们将要看到的是 资本主义社会的涅槃重生 好 我们可以做这个 创造力量